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把握 没经验 没法预测 我告诉你啊 不准给我掉链子 听见没有 那就再加一条 没掉链子 裕刚 张哥 华余哥 华哥 安子 怎么样 好 我呀都跟锅炉房的徐师傅 仓库的丁姐 还有衣车间的余主任都说好了 对 职代会不是6月25号开吗 他们这两天就来看你写的材料 华余哥 你们这些天神神秘秘的 都在干什么呢 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 好好复习功课准备高考 其他的事都跟你无关 我打一开始就不同意你瞒着文案 你说你坑着别肚子写了两天 你写出什么来了 任文案好歹是咱们中间的旧财呀 我这不是怕他分心影响他复习功课吗 师傅 我不管啊 你要是 你要是不告诉我 我去罢考 你敢 还跟我叫板着不啊 行 你写 来来来来 给我写 我看你怎么给我写 这写完了啊 把什么都给我忘了 好好给我背书去 来劲 啊 关于为什么别人都在抢三眼 我们却要扔掉了 申诉报告 师傅 你这标题太不伦不类了吧 是有点长啊 不是长的问题 他 他这哪叫标题呢 这不是才显得你有能脉吗 应该是关于 来小包 给 慢点了 这设备也都老了 人也要丧头 真是 我最后再跟大家伙 一块收拾一把 一棒 毕竟我也在这儿 撒下过青春的汗水与泪水 不是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 把大家伙召集到这儿来了 我觉得 活厂长对当初 撤销咱们四十年有些后悔 所以我想把设备都保养好了 万一有缓呢 没错 就连齐科长都帮咱们出主意 让咱们充分利用执带会 咱们呢 还齐大脑袋齐大脑袋地骂人家 跟你们说件事啊 秦光明要结婚了 跟谁呀 对呀 胡秀玲 浴刚你认识 四五年前 我还没跟他闹那么僵子事见过一次 他怎么突然就结婚了呢 对呀 昨天开中层会的时候当众宣布的 人家说 新事新办不白酒席 宇盈结婚 浴刚 秦副那媳妇长得漂亮吗 我说 你跟你大师兄总那么绷着不是个事吧 那怎么办啊 他现在也不跟我说话的机会 你说我盼着他出来盼着他出来 没想到是这结果 没事 不管他怎么想我吧 反正我永远敬着他 黄友 帮我办两件事吧 太客气了吧 说 第一 想办法让我大师兄能回厂上班 你现在是车间副主任 能跟领导说得上话 你帮我去好好跟领导说说 反正只是秦光明是没气 没问题 第二 想办法促成他跟小定的好事 他现在自卑 不可能自己去说 这都三十好几的人了 这事得抓紧了 行 我说 你大师兄把你臭揍一顿 你就真的不生气啊 我十二岁那年 他经常跟着我师父 从这以后他就跟我师父一块供养我 现在我师父没了 那他就是我家长 哪有跟家长继承过的呀 没事吧 要不上医院看看呢 没事 来来来 谢谢啊 妈 你别忙了啊 师兄 来 来 来 师兄啊 当师弟的给你支个招 第一 干个体 第二 赶紧把你这个个人问题解决一下 怎么 你不愿意我回厂 没有 我不是不愿意你回厂 现在咱们厂子这个现状你也看见 嗯嗯 师父没了 四车间也没了 余刚又是那么个德行 你说 你在回厂还有什么意义 我不管这四车间在不在了 那你给我办 哪怕是临时工也行 我一定 我一定帮你办 你再等等 这事我 重重重重的 我帮你办了 来 来 这事就不谈了 下边说说你这个 婚姻的问题吧 我斗胆问一句啊 你这心里头是不是还喜欢这小丁呢 特矛盾 特别矛盾 我知道 不过做师弟的 要奉劝你一句 这帮浑水你就别再沾了 我要是你 我就让余刚 立即娶了小丁 师兄啊 你说爱一个人 为了什么 那不就是为了让他幸福吗 这么多年了 小丁一直爱着浴缸 就是因为有满小星在中间 所以 小丁一直压抑着 很多痛苦 你要是个真的汉子 师兄 你就得圆了小丁这个梦 毕竟满小星现在已经不再四朝间来 你觉得 你觉得 小丁这样就幸福了 你又不信我了 不信啊你就去问问小丁 你问问他心里是怎么个想法 好 不过你自己的这个个人问题 你别急啊回头我让他 给你介绍几个护士 你看看 来 那不用 一个不用介绍 我谁也不见 以后该怎么生活 我这心里有数 是 侯厂长给你的评价似 一批港商套的夜骂 你也可以帅刀讲绳 四周狂门成为夜骂 你也可以成为一批有秀的詹骂 他这是夸我还是骂我的 这当然是夸你你嘛 他要夸我 还不如把三严产品从向阳洪弄过来呢 四车俭的人啊 还是这么四周四周的 行了跟你说争辞 人家宪管局把你的肝子撤了 真的 真的 齐队长 您看我就知道这事 肯定是您在帮我 跑前跑后的忙活 你说我怎么谢谢您的 以后不要挡着歪人的面 再交个其他脑袋了 我这脑袋大吗 大那儿了 不要看个账地臭 就跟个七歪号 不是 那不是看您面子大吗 那要不是看你师父的面 我才不关你这事情 是 好 好 好 您好 你们几个小屁孩生生地把这儿给干黄了 你们好意思吗 这里面好多情况你不了解 我不了解 我了解你跟段一刚是穿一条裤子都鲜肥的哥们 你们连男带女友那么一帮人 把这四川间搞得是乌烟瘴气 你嚷嚷什么 郑波涛 你嚷嚷什么呀 我们是小屁孩你是大人 可你长大人的脑袋了吗 这一出来就连打带骂的 你是发邪火还是吓唬人 丁 丁什么丁 还认识我呀 你刚才说的那帮狗男女里边也包括我 我什么时候说你是狗男女了 你嘴上没说 可肚子里是这么想的 那我心里想什么你也知道 郑波涛 你上次回来给严主人奔丧你 瞧你那个样 谁惹你了啊 你要杀七个仔八个的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了呢 怎么着 你们今天是来训我的 不是不是 我和小丁最了解鱼缸 可是你又不听鱼缸的解释 所以我和小丁想把鱼缸这几年的情况跟你说明一下 丁儿 我正好想听你谈谈段叶纲呢 黄瑶 这儿没你什么事 那正好 你们聊 听说你事情要回厂里上班 是的 情况是这样 我大师兄是被判过刑的 当年他被厂里开除了公职 我觉得厂里有理由拒绝他回来继续工作 当然了 我和我大师兄的私人感情很好 你也知道 我为了等他出狱已经推迟了我的婚期 不过您放心 我绝对在安排工作这个事情上 不会寻任何私情 我已经劝他在社会上自谋出路了 好 侯厂长 我想应该有很多人也劝过您这个事情 我希望您挡回去 因为毕竟咱们厂的实际情况是已经人满为患了 晓芹 你对咱厂的感情有多深呢 我 我从高中毕业就来咱们厂了呀 十年的青春年华 我都放在咱们厂了 满书记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要把你调走 你怎么想 我 我当然是希望在事业上能有进步 当然 我是爱咱们厂的 我对这里的感情很深 我 我想您保证我一定会站好最后一板岗 如果工作需要 厂里不放你走 你怎么办 我 我当然是会听您的安排 不过 我还是希望您能够成全我 侯厂长 你去吧 好 好 是 方向 最近 纷尔 我本来是想跟你好好谈谈 可是我现在跟你没话 你这张嘴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谁让你让个混蛋保护我来着 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呗 郁刚现在的坏名声 有一半都是因为保护我才落下的 别人欺负我他不答应 他为了我 都打了四次架了 他就是这么混蛋的 这个你满意吗 我 你什么你 你就听外人在那胡说八道 你在监狱的时候 秦光明看过你几次 你一出来就找他凑近会儿 对 他是个当官的是吧 我是那种人吗我 你是那种人吗 我问你 人家跟满小星在车间里种两棵树怎么了 碍着你什么事了 你非得给人家拔了 你怎么就那么霸道呢 你知道他们俩分手了吗 你知道他们两个人心里有多难受吗 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这事 后来光明跟我说了我才知道的 那段玉刚为了三言差点让人打死 这个秦光明跟你讲了没有 玉刚被人打伤了两根肋骨 你那天你还倒他肋骨 你可真 你可真喜慕你 我我真的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被把胃科押送到古远县遁居留所去了 你别开玩笑他现在到底在哪儿 也不知道是谁开玩笑 玉刚就是个傻子 他要是不保护我 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个样子 你把那个玉刚挨打的事给我说说 这个你去问晃悠吧 他最清楚 郑伯涛 我讨厌你现在这个样子 苦大仇深似的 谁欠你的了啊 我告诉你 颜师傅的子跟玉刚没有关系 不怨他 好多事都不怨他 你现在还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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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伯涛 我那天对他讲改革谁都没有经验 走岔了路走回来就是了 所以我猜想 这些天他一直在思考这个方向的问题 伯父 那您看我的事怎么办啊 不能和厂里的关系闹僵啊 如果厂里不放人 我也没办法强行调命 这事我们明白了 那接下来你们想怎么办呢 接下来我们准备把写好的申诉报告 交到执带会 是死是活 就看会上全体代表的表态了 如果大多数人不赞同放弃三言 我想厂领导应该会考虑他们的意见的 我还记得蛮好的 黄友 谢谢你 不用谢我 我一个人没那么大的能量 要说谢 我倒觉得你应该谢谢段谕刚 郑师王 段谕刚依旧敬重你 他托我为你办两件事 第一件 要求厂里让你回厂上班 这件事我正在办 这份情我领了 第二件事 是帮你和小丁 捅破隔在你们中间的那层窗户纸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们 欢迎啊 你替我转告浴缸 就说这事不用他操心 我心里有数 我说师兄啊 你想想 就他可能为了咱们厂的利益 去跟那个大田公司的人拼命 他有那么高觉悟吗 这是为什么呀 不就是为了那个满小兴 把他给甩了 他现在耍胳膊跟子 要给满小兴看看 看看他够不够英雄 够不够爷们 对不对 对 还有那个晃悠 这晃悠 那是我力排中一提拔他当车间领导的 可是 可是他背后说我什么 净说我坏话吧 您想想这 这不是小人这是什么 这浴缸晃悠 还有他那帮小不点 是不是小人 我慢慢会品出来 你要不是小人 你就站出来说句话 让三岩重新开工 师兄 你别跟我提三岩 我为了这个三岩耗费了很多精力了 我现在不想提他 甚至不想看他 光明啊 你巴不得把三岩从厂里抹掉 钉点痕迹不留 对不对 你这话啥意思 三岩设备只要摆在那儿 就会让你我想起那场事故 才像一根刺扎到你我心里 您明白吗 我对我以往做过的一些事情 我温馨无愧 谁愧谁不愧 只有你知我知 大师兄 咱们说话总要中证据吧 这一生爆炸让所有的证据都没有 而且我承认 这事故发生的时候 我有很大的责任 我也不想再提起那些事 我们都对不起三年 我们都对不起三年 光明啊 尽你自己最大的能力留住三年 补补自己漏了风的良心 大师兄 你这么说我 我这都是为了你你知道吗 我为了你啊 我跟厂领导距离立正 我先给你透个底 就在上个月 厂领导班子定了 提拔我当厂长助理 我为了你 我可以不要我这点乌纱帽 你还不信我 好 好 你拭目以待吧 看看你亲师弟是不是小人 你去过去 刀哥 他们把保险组的设备搬走了 我看完最后的努力也失败了 你是说撤了他们那边 也去给炽三年了 都是松神 愣什么呀 吵家会跟他们干 谁动我们车見过批了谁 走走走走走走 放开我 大王 放开我 大王 你听我说 这不是你这儿调保全吗 这儿三天彻底没了 我才能调过去啊 两码事 我想去保全 可是预告他们打算留在这儿 我是提你们拔出 大王 冷静点 别冲动 段云冈 你怎么也怂了 我是为了你们 为了我们就把家伙放下 来 咱们过来坐着说 我觉得各位领导 还是应该重新审视一下 三研产品的去留问题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 非常轻易地放弃一个 传统产品 你怎么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 这厂里的决定不能说改就改 我们好不容易把三研这个包袱甩了 让小新说下去 好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前段时间决定上马的新项目 因为种种原因搁浅了 是 可以把二车间的一条生产线 挪到我们四车间来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我们四车间三研设备还在 而且轻工的热情很高 前些日子他们在向阳红的工作足以证明 他们可以使三研产品重新焕发青春 你可真能说呀 怎么里外都是你的理啊 我没理 我没理 在这件事情上 我只有检讨的份 前些日子要甩掉三研 引起职工们强烈的不满 对于这个问题 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经过甚重考虑 我已经决定了 我决定 引咎辞职 但是我强烈要求 各位领导能够 拿回三研的生产和经营权 我愿意以一名 普通职工的身份 完成厂领导 交给的每一项任务 虞哥 你现在变怂了 你就是怂人一个 我 老公 那以后你照着我行吗 但是有一条 不准跟别人动手 那要是讲理讲不通呢 事理就能讲得通 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咱们得学会等 懂吗 现在晃晃晃还在场坡开会呢 咱们怎么也得等他开完会 回来以后看看秦光再说吧 秦光明这次抽的是哪股疯啊 肯定是你大师兄说话好使了 他连关帽都敢不要啊 他这人看官可是比命都重啊 不过看起来他不像说着玩的 而且他是实实在在地 往自己身上揽责任 实实在在地要求受惠三言 好 我不管他以前怎么样 这次他要是够晚 我给他鞠躬 厂长 我为了报答您对我的知遇之恩 我可以牺牲我个人的一切名利 我知道您也是想收回三言的对吧 你是铁了心要走了 引咎辞职 重点是辞职 不是我 这件事跟我要调动没关系 真的 小琪 你很聪明 到了新的单位 我希望你把你的小聪明 慢慢地磨练这大智慧 否则会聪明反被聪明误的 厂长 我向您保证 我一定站好最后一班岗 我到了新单位之后 我也会随时关注咱们厂子的情况 我会尽我所能 我 我 那我走了 你把这两棺树移回去吧 小丁跟我说了 说你和满小星分手了 这是他临走前你们俩一起种下的树 我当时我是不知道 对不起啊 不用疑 其实他们本来就应该种的这儿 在这不起眼的地方敲迫生着长得挺好 你们俩彻底断了 那可不是彻底断了呗 断了也好 你们俩不合适啊 你们俩不合适啊 十个 小丁是喜欢的 我就想跟你说说这事 十个 你坐 你跟小丁这事打算怎么办 你怎么又来了 大师兄你不能老听老二的一面之词 鱼刚 男人就得负责任 尤其是对小丁这样受过伤的女人 你不能勾完人家心思以后 又把人给晾在汉地上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他应该跟他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 你不喜欢他吗 你要是想骂我就直接说 你这么绕来绕去的有什么劲啊 我跟小丁是什么关系 咱俩不早就说清楚了 那是你自己说清楚了 我承认我是喜欢小丁 可小丁 他不喜欢我 大师兄 别的事我都敬着你 就这件事你得信我的 小丁他心里边有你 你好好想想吧 你好好想想 段宇刚 我是个东西嘛 让你们师兄弟俩这么推来让去的 我喜欢谁不喜欢谁 你们俩就过定了 你们俩简直是一对混蛋 小丁 来来来消消气 操操汉 你别这么说呀 这件事从起根到怎么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 豫哥 你要是非得当这个媒人 非得给你师兄找老婆 那咱们连朋友也没得做了 还有 你去告诉郑伯涛 我用不着他给我找男人 天蝶好男人多得去了 我怎么就非得死在你们师兄弟俩这一亩三分地上啊 好 那我不多说了 反正我刚才说的话 你千万往心里边去 赶紧走吧 别在我这儿待着了 这孤男寡女在一起 我怕传闲话 不怕传播 来 来 来 网友 你说这执带会 已经开完十几天了 这厂里边怎么还不给个准情 别着急啊 咱们车间只要设备不拆 就说明有戏 投着个歇鼓了 我为你们服务了 来来来 什么吃的 什么吃的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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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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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看看 来来 打一看看 什么都有 这不错 来来 这不行 这不行 这我给文安做鸡蛋西红柿 你要吃 给钱 还那么小气啊 在这儿 文安 这是我特意给你做的鸡蛋西红柿 文安 你看你马上就要考试了 你跟这儿复习他们影响你 这儿有他们的 你赶紧回家吧 这几天 你们越是鼓励我吧 我这心里面就越是恐惧 老兄弟 你以后别给我夹菜了 跟 跟大伙一样就行 反正 我要是考不好 我怎么对得起你们 文安 我跟你说 这我就得开导开导你了 你知不知道 文安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跟我学 什么事先别想 先穿上打仗 打到哪儿算哪儿 打完了再说 对 我还是学不来 你那种良好的心理素质 文安 我命令你啊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知道吗 你想想 你要是考好了 那就是冲喜 咱们三言一准能重新开锅 你要是考不考 这时候怎么还给他加码啊 文安 你想吃什么跟我说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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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做啊 我来 洗个澡再走 姐姐给你放 你干嘛呀 我有期望 我给你一放的 老公弟 你看你送这菜 这鸡蛋是圆的 西红柿也是圆的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想 这文安 萌萌得零分 你懂什么呀 小猫 你给我 瞅什么 这么多筷子呢 往这儿一立 就是门门得一百 懂吗 行行行 这给你 你吃了吧 吃了 吃了 行了行了 别逗了 咱们这些人啊 没一个能帮得上 文安的忙呢 要是蛮有心在就好了 侯厂长 侯厂长 向阳红的厂长 正式给我提出 要挖你俩过去 待遇后机会难得 你俩要好好想想 侯厂长 您要是真打算 放我们俩走 就不会把我们俩 交到这儿来说话了 说实话 您是不是已经下定决心 打算收回三言了 你脑袋挂转得快 一搬 也就跟搅拌赤子 仗得差不多 严肃点 猴子尾巴又夹不住了 好了好了 还没回答我问题 其实到这份啊 您舍得放我们走 我们还舍不得您呢 您能转这么大弯 说明您是一代好领导 谢谢 当初转过这个弯了 确实很困难 最初做出这个决定 我是操之过急了 在厂领导班的会议上 我承认了错误 会上最后决定两条腿走路 和向阳红的联姻 继续搞下去 同时厂领恢复三言生产 朋友 你以车间副主任的身份 统领三言 您信得过我们吗 是厂职工代表 信得过你们 是那老师父们在天之灵 信得过你们 您よし 好 好 是联傲率 锂闹 瑜估 好 我不是在做梦吗 你没做梦 恢复生产吧 三言已经不咳嗽了 老兄弟 我掏三十块钱 在你那请一桌啊 包到我身上了 老兄弟 我跟你说 这回得见鸟鱼 大黄瓜鱼 你知道吗 你别再弄那些 什么邪道的事 不过带鱼打到我们 是吧 哥 没有问题 这回我给你们上海深 上去挣了大虾 好 小花 你那会儿不是恨你那三言 牙根子直哑了吗 现在怎么又跟他 臭味相投了 老兄弟 你说实话吧 前几天呢 我敲热地去趟劳斯科 要求他们帮我 调到其他车间去 这一二车间呢 不要人 只有去锅炉房 或者三车间 到锅炉房干什么呢 当个拉眉工 到三车间呢 就得从头学起 给一个进展 还不到一年小屁孩做徒弟 气儿难喘啊 有一点我最佩服小猫啊 到哪儿都带着大汪 其实三车间啊 没小猫形容得那么惨 只不过是三车间和锅炉房 都不要大汪 所以小猫塞过去 好好跟人学学 不 找秦光明啊 秦光明不是大汪大汪了吗 调他去保全 这放屁不拉屎的东西 去找他点个屁用 邓哥 我找到厂里了 厂里的意思呢 是让大汪并修 工资奖金照发 可邓哥 大汪想想 这大汪要回家了 就彻底歇菜了 我想咱们三爷组 这么多哥们们 不会嫌弃他吧 所以我们决定 留待三爷 和大汪在一起 行 邓哥 行 小猫以后我们都听你的 大伙一块照顾大汪 谁都别废话啊 孟雍 姐姐找你报到来了 邓哥 在那院伺候领党们洗澡挺爽啊 放你个狗臭屁 你个四车间的叛徒 我不搭理你 小胖子 扛着双枪就来报名入伍啊 你们不是独立核算吗 以后就得精打细算 这两把条转 是我从那院给顺过的 你们要是同意我回来 我再给你们顺两把蹲布 顺也不顺把心的 胖子 你回来我们欢迎 但蹲布就别顺了吧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你就要回头 别人该说咱们 改了打架的毛病 又变成小偷小摸的贼窝了 这样啊 那算了 那不是顺的 那就算借的 借的忘还了 唐姐 唐姐 这样 你俩给大伙唱首歌好不好 好久没听你唱了啊 好久没听你唱了啊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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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唱一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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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朝四方 好 就新星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一起不过我感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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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们 afin夫人所感到一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